YoYoY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想直接來個重點 我就不說廢話 希望現在11點04分 希望11點10分之內 我看看能不能處理到 靠差了一些東西 突然彈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我現在就想趕快速去點評一下 雲迪克這位球員和拉莫斯這位球員 我暫時這兩個球員是現時球壇裡面 或者這期裡面比較上上級的中堅球員 還有很多很厲害的球員 可能有高烈巴尼 碧姬 基亞連尼 邦路斯 或者麥佳 或者高癲 這期都是很高水準的中堅球員 如果我即時想起雲迪克和拉莫斯 拉莫斯是R字頭 雲迪是V字 我先說拉莫斯 拉莫斯 即他防守風格是比較喜歡辣的 他很喜歡橙的 下橙 很喜歡下腳 很喜歡飛橙的 他有這類影球員 變成他攔截技的風險會比較高些 但如果雲迪克來說 雲迪克會比較穩陣型的 保守型的 即是他很喜歡下腳 即他下腳不是飛橙的 當然他也會飛橙 但他比較偏向沒有拉莫斯那麼飛橙 而且他下腳很準 他每次一下腳都會中球 而且球多數會留在他的腳 這是我看他的球王片得出來的結論 第二就是他很喜歡用他的身體來拿身位優勢 因為如果說身形來說 雲迪克也算是挺強的 所以 再加上防守高空球來說 雲迪克會再有新高 和體格上勾勢 所以以防守的能力來說 雲迪克會比較強一點 但我覺得一進去能力的全面程度 我覺得拉莫斯反而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拉莫斯很多時候防守員 都會再拆動一些反擊 再引球推進 但是雲迪克的感覺就會比較少 雲迪克可能他會再 可能他拿完球之後 他也會再分邊 派牌 派兩邊 或者交給前面 可能牽達神再去做球 但是拉莫斯反而他會自己再引球出擊 自己再推上去做球 拉莫斯 他推上去的次數未必很多 但是最起碼讓我看到的拉莫斯 他可以展示到他這方面的能力 還有如果說腳法技術方面 我覺得拉莫斯會再比雲迪克更強一點 我覺得整體 以一個球員的全面程度來說 拉莫斯會再比雲迪克更強一點 在這個全面程度方面 如果以進攻頭鎚來說 我叫做打個和 我覺得進攻頭鎚 雲迪克叫做贏身體 拉莫斯叫做贏多一點技術 我覺得拉莫斯的頭鎚 他會有多少少的技術細節在裡面 這是我覺得的 包括他對馬體會 作客安聯 或者是他兩三年前 在西甲的表演 他批的角度來說 我會覺得他是比雲迪克 技術含量會高一點 以上就講完 我叫做我主觀 很快講完他們的能力方面 以上都是我主觀看法 也沒有任何標準 如果一進攻到去 以上是講一個能力 很簡單就講一個球員厲害不厲害 我想就是講他的能力 但如果一進攻到去 因為球員除了厲害不厲害 都要看他成不成功 看成不成功 其實都要看他的成就方面 但如果一進攻到去成就來說 我想雲迪克是真的有少少 我用詞 不要用得太過不好 我就叫做雲迪克有少少比下去 因為雲迪克始終他都是兩三年前 他才是進攻到17的賽季 17-18的賽季才是進攻到利物浦 所以其實他現在28歲 減回兩三年 即是25-26歲 即是他25-26歲的時候 他才是再登上一個頂級的聯賽季 好老實說 我三四年前 誰是雲迪克 即是他還沒進攻到利物浦 他在修咸頓的時候 誰是雲迪克 誰是雲迪克 我真的不知道誰是雲迪克 所以其實雲迪克這個球員 其實他是近這兩三年 其實他才慢慢建造他的名氣 慢慢才冒起到在這個球壇上面 但反而拉莫斯來說 由他年輕在西維爾的時候 再慢慢去到王馬 再王馬 現在王馬到現在都差不多踢了 他09年賣 即是在王馬踢了10幾年賣 我不知道 即是他在王馬上其實已經踢了這麼久 他站立到一個這樣的位置 他保持到他的水準 當然他在可能他年輕的時候 他的表現其實不是那麼穩定 或者可能他的踢球的風格得不到人 甚至乎現在的人都不會肯定他的踢球風格 當然有很多人也會欣賞他 不同人的不同風格也沒得評論 只可以說他的風格比較獨特 但他就算是職業生涯的初期來講 他踢得不穩定來講 我想都立過一下維基 看見他的成就 他是由201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連續9年都入到這個世界最佳陣容裡面 就是他西甲就是4屆 我剛剛都看過 西甲4屆 歐聯4屆 但是黃特克算起來 今年都是一年歐聯 一年英超 還有世界最佳陣容 歐聯冠 還有足球先生的第二名 但如果比起拉莫斯 直接橫向比較成就來說 拉莫斯 我只覺得世界最佳陣容連續9年 連續9年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說法 因為他不是跳著跳著跳著 他是連續9年 其實證明了他在這9年裡面 他是保持到一個很高水準 很高水平的一個演出 很高水平的一個表現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球員 要這麼長時間都保持著一個這麼高水平 其實是不簡單 尤其是後防球員的時候 面對著更加多的這些 總共球員來說 要保持到是不簡單的 但可能美斯斯斯浪 這些天才級的人來說 就可能有些分別 但是我覺得拉莫斯 他可以保持到9年 在這麼高水平的情況下 演出到 我覺得他的能力 是真的無可置疑的 其實簡單來說 我覺得拉莫斯 整個職業生涯來說 他都是保持到一個很高水平的演出 但是反而雲迪克 我會覺得他 就算他現在 多厲害也好 我覺得他都是 他都是叫近這一兩三年 他才慢慢冒起 慢慢build up他的名氣 所以如果比起 如果整個 整個他們的職業 當然如果這樣比 雲迪克會有點虧 因為始終雲迪克 比拉莫斯小5年 但我覺得 就算比多5年 雲迪克也都是 我覺得是達不到拉莫斯的層次 因為我覺得拉莫斯 他真的是 就是被人看到 就算他王馬初時 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表現 也都是得到肯定 我覺得 只是這9年 連續9年的 這個世界最根證 已經是證明到 他那個 表現的那個穩定性 我這樣說 總結就是 在2020年的這個時期 以這個防守的穩定程度 防守能力來說 雲迪克是絕對 絕對比拉莫斯強很多 拉莫斯加防守 其實是有少少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但是我覺得 如果就算是 現在來說 計那個能力的全面程度 雲迪克始終我覺得是 不及拉莫斯 即是如果 如果要直接比較 雙方的 這個prime time 這個全勝時期 這個高峰期來說 我覺得 雲迪克是 不能 是 真是被拉莫斯 比下去 真是 如果一到拉莫斯 高峰期來說 我覺得雲迪克是比下去 再加上 雲迪克其實 我覺得是 這兩三年 其實他才慢慢 募起build up他的名氣 但是拉莫斯其實 他從年輕的時候 已經是一直保持著 一個很高水平的演出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 拜拜